从去年就被受关注的小说改编,那网剧《黄金童》终于是杀青了,就差定当播出了。 据说不出意外就是在今年12月,就可以看到小绵羊张艺兴的身影了,不知道羊毛们期不期待呢? 可是自古小说改编网剧相信大家也已经看到结果了,什么武动乾坤,斗破苍穹,盗墓笔记,等等等等,一再扑街,那么小绵羊张艺兴能认就这部黄金童吗? 提到张艺兴不得不说他上过的极限挑战男人帮,为此可是收割了一大票粉丝,而男人帮中的几位哥哥们也是对张艺兴颇为照顾,尤其有孙红梅带他参演了火爆一时的好先生。 为小绵羊的影视露出好的路,而后哥哥黄不又带他参演自己的处女做电影一出好戏,可见男人帮的哥哥们对小绵羊真的是特别好,为此小绵羊张艺兴对于演戏真的是下了苦功夫,为此受的苦都看在男人帮哥哥们的眼底。 而与此不一样的是张艺兴这次是独挑大梁,担任黄金童主演壮瑞。 除了我们主演是由张艺兴担任,为了符合探访徐木的类似题材,还请到了男派三叔担任这次的总策划, 而且还请到了元老九门的班底,可以看得出这次导演和编剧都是认真的了, 这么大的阵仗,在播出像斗破苍穹的斗马阵营《武动乾坤》的法帅飘飘然, 相信小编以后都不会再相信小说改编的网剧了,而且这部剧主要还是讲述了庄瑞, 再一次眼睛发生一变,然后走向人生巅峰,坐拥豪门千金的故事, 对此有点点偏似在极限挑战男人帮的机遇,不过这个是现实,电视剧的改编而已, 其实小编之前对于小绵羊张艺兴,担任黄金童主演还是对此有丢丢担心的, 比较小绵羊是以歌手出道,而并非演员,但是小编却看了黄博, 导演的一出好戏就不担心了,小绵羊在里面出演的前期小白田, 后期黑话出演的都吓了小编一跳,相信看了这部电影的观众们跟小编我有一样的心情, 对此也对小绵羊张艺兴的演技有了一个大大的肯定, 相信这次上线黄金童的张艺兴,又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惊喜吧, 好了,作为全能型艺人张艺兴,唱歌唱舞制作演戏全面发展,小编只想说。